我大概来过无城故居有两三次 第一次来的时候我就发现了无城故居里面 展示的东西都是六小灵童的 我觉得这里面基本上都不能说是无城故居 都变成六小灵童故居了 他这个头像挂在门口是 因为他是我们这边名誉馆长啊 馆长欢迎每一位游客到我们这边来参加是这么个意思 六小灵童是演的孙悟空最成功的吗 就经典一个形象 无老先生的话他是赋予这个孙悟空生命 六小灵童最成功的一个扮演者 他谈不上之一了 他是赋予孙悟空灵魂 咱们就批出这一块的话 我感觉这个没什么的 没什么冲突的我感觉 他门口这个头像是他要求的 还是我们这边地方的游戏要求的 我们这边的话有这个意思 那么他本人的话也应该是应该是认可的 至少应该说不反对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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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